好,那這週我們上這個第17章,這個Oligopoly OK,那我們前面其實已經講了兩個極端的case 一個是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一個是這個monopoly OK,那monopoly這個字跟oligopoly很接近吧,對吧 都是一個poly這樣子 然後,那mono這個字的自首意思是單獨的意思 所以monopoly就是這個獨佔 那oligopoly,oli這個字呢,大家沒聽過一個廣告 這廣告是我小時候的廣告,你們都沒看過 結果這個廣告說,號稱它這個優酪乳還是什麼食品裡面有這個oligo-寡糖 oli這個字就是寡,少的意思,一點點,a few的意思 所以oligopoly就是寡佔,就是少數幾家廠商 所以這一章我們會討論說,好,那前面講的這種非常非常多家廠商跟一家廠商分別是兩種極端 那如果有少數幾家廠商的時候,那個市場的均衡交易的結果會長什麼樣子 OK,那再來我們會談論一下說,in general就是說,其實寡政的廠商如果他們這個聯合起來壟斷 那或者說聯合起來做生意,其實對每一家廠商來說都是比較好的,他們都可以賺比較多錢 可是in general,他們要合作是有困難的,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在分析這個寡戰的時候,其實最早的寡戰模型在17多少年就已經有 17不知道幾年的時候就已經有數學家或經濟學家有類似的模型了 可是比較現代的在模擬這種寡戰的行徑,我們通常是用這個所謂的game theory的框架來分析 game theory中文翻作賽曲論,它指的是所謂的game指的不是這個遊戲 指的是一個超過一個以上,兩個以上的行為者或決策者互動的決策環境就叫做game 那game theory是來研究這樣的這種決策空間,決策環境的一個理論 中文翻作通常是賽曲論,那其實我這學期在農經系選修課那邊叫另外一門課就是這個賽曲論 比較適合大概大三大四以後的同學,最好是已經修過了大二的個體經濟學課之後再來修了課 如果各位同學未來有興趣,我未來應該是每年都會開 歡迎同學未來來修 那最後我們會講,就是說在Monopoly裡面我們有講到這個Anti-Trust Law Anti-Trust Law除了是去拆一家公司,讓這個Monopoly的公司拆成很多小公司,讓它失去壟斷力之外 那Anti-Trust Law另外一個功能,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阻止合併 阻止一個大的Monopoly系列產生,這上禮拜我們其實有講 那這個其實跟寡占也有關係,因為寡占的廠商會想要合併,成為這個一家廠商 那一個簡單的概念,它這邊寫複習是相對於大本的課本前面的章節啦 可是我們這邊不要管這是複習,如果我們在定義說一個市場的集中程度的話 我們會定義用這個Concentration Ratio來計算這個市場有多集中 那集中我們定義這個簡單的計算就是說,你把這個市占率前四大 某一個產業市占率前四大的公司,他們的市占率加起來 那理論上就是這個市占率加起來,這個Concentration Ratio越高 那代表Competition就越少 那通常在大部分的Industry,這個數字都是小於50%的 意思是說前四大的廠商,他們加起來也沒有控制超過一半的市場 但是還是有一些例外的,譬如說這邊舉例是燈泡 你去五金行買燈泡或電池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應該會發現說其實就只有那幾家廠商在賣而已 所以他們的市占率其實很高 那在香煙其實也是,如果你抽煙的話,我是不抽煙啦 那香煙也是你去,雖然你去這個7-11 可能後面有一大排各種各種不一樣的煙 可是如果是以廠牌來說,其實沒有那麼多廠牌 那啤酒也是這個,其實大多數的人喝的啤酒都是這個 也就是常見的這種排 台灣來說可能排皮的市占率是很高的 OK,那或者頂多再加幾家這個外商 海尼根之類的,可能就佔了絕大多數的市占率 88%是美國的數字啦 那他還有舉例來說,大家買冰箱或是冷氣 這種東西的時候,可能其實也只有那幾家選擇 那這樣子的話,他的市占率也是會相對集中在少數幾家廠商上面 好,那我們實際上呢,總共其實會有四種type的 四種類型的這個市場 OK,第一個要判斷這個是哪種類型的市場 我們先問的問題是,有幾家廠商 如果只有one firm,那就是monopoly OK,這個很簡單 如果有一點點分,就是兩三家四五家這種的話 我們就叫做oligopoly 如果有很多很多的firm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要問的是說 這個產品的類別是什麼 OK,如果今天是有不一樣的產品 就是同樣一家產品,同樣這個 有很多很多同樣類型的firm 比如說都是電影院 電影院有很多很多家 可是他們賣的電影是稍微一點不太一樣的 每一家電影院播的電影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product是有depreciation的 就是有不同性質的產品 那或是你賣的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 identical product 那如果是identical就是我們說的perfect competition 剛剛說這種differentiated products 我們叫做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獨佔性競爭 那就是因為這個 如果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大一經濟學課程 就有包含實習課啊什麼的那種課的話 我們通常會這個也會交 但是這堂課我們這個就沒有 這堂課我們就沒有交這個 我們其實甚至課本 你們這本課本只有交monopoly跟這兩個case 那可是我覺得oligopoly 以這個大一經濟學來說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再加回來 這本課 在最學期的課程裡面 OK 所以明確來說 oligopoly的定義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這個market裡面呢 只有少數幾家seller 不是 但是不等於1 OK 大於1的 那他們offer的產品呢 也是similar或是identical的 OK 不然的話你就不算在同個市場內競爭了 OK 那這邊firm的decision呢 因為他只有幾家seller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這個market power 所以他其實也是決定p或是q 為什麼或這跟monopoly裡面的概念一樣 因為你決定了q 其實就決定了p 因為你是面對同一條需求線 市場需求線就是一個負協率的需求線 你決定了q你就決定了p 你決定了p 其實也決定了q 所以是p或q決定其中一個 那這個決定的數字其實同時影響了別的廠商 因為你降低q 你增加q的同時 你不是你讓這個市場攻擊量增加 你是讓這個市場整體的價格下降 這不是只有影響到你家的產品的價格 因為是identical similar products 所以所有其他firm他的這個價格也都會受到影響 那firm每一家廠商都會去考慮到這個 因為這種各家廠商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而決定最適當的產量 那所謂的game theory 一個比較粗淺的定義就是說 他是在研究人們如何在一個所謂的策略性的環境當中做決策或是行 做行為的一個學問 那因為這個oligopoly 他這個會有一個策略性的決策在 他會決定我生產多少會怎麼影響到別人 那我也要考慮別人因此會生產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很需要去思考多層次的這個策略的問題 所以用這個賽局論來衡量它或是在研究它是一個比較適當的這個理論 那一個簡單的邏輯是說 我們之前講過這個monopoly 可以賺很多很多這個monopoly的power 得到很多monopoly的power 他甚至如果他是monopoly 他可以做很多這種差別取價 可以賺非常多錢 對吧 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oligopolies呢 一個general的goal是說 他希望變成 他希望合作corporate 然後呢 act like a monopolist 就是說 他們希望他們合作起來 就像是一家廠商一樣 就像 假設以可樂來說 可惡可樂公司跟百事可樂公司 他們其實 比較希望他們能夠偷偷的合作 然後賣一樣的價錢 然後賺這個當作是一個可 把他們自己變成一個可樂的獨佔的商人 ok 好 所以 但是呢 這件事情算是真 可是為什麼可樂可樂跟百事可樂沒有合併 ok 或者說他們沒有真的在做這些 他們還是會打價格戰 ok 就是因為有一個非常強烈的incentive 讓他們不想要合作 他們會想要 假設我跟你約好說我們要合作 我們可樂一罐都賣 現在可樂一罐多少錢 可樂一罐可能二十幾塊 ok 所以我們說我們現在改成 從明天開始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 明天一罐可樂都賣五十塊 漲一倍 那可是這時候兩家廠商都會有誘因怎麼樣 偷偷的降低一點點價錢 你看這時候如果他賣四十塊 那是不是大家都買那個四十塊的可樂 ok 所以有這個誘因想要背叛對方 好 所以雖然大家想要合作 可是兩邊或是小數幾家總共 就不止兩邊了 三邊四邊 他們都有誘因想要背叛對方 ok 好 那所以 那要研究這個關係呢 我們最簡單的一個case 叫做duopoly duo這個意思是雙的意思 ok 所以duopoly就是 a market with only two sellers 這是最簡單的這個oligopoly 所以我們研究這個oligopoly最簡單 最容易入門的這個下手的這個方向 就是來研究這個雙站的這個市場 這個中文叫雙站 ok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example one 這是這個一個小鎮 它的demand schedule for這個汽油 那總共有兩家這個汽油的這個station 一家是7-11 一家是這個cases 所以是一個duopoly的case 總共只有兩家加油站 ok 那這個q就是這個汽油的數量 所以 這個如果你們供給越多的q 這個價格就charge的就越低 ok 那each firm呢 它的這個fix cost是零 這不是簡化一點問題啊 就沒有固定成本 好 那它的mc是一塊錢 所以每供給q一單位 所以它的這個mc其實是一塊錢 ok 那 好 那 我們來看這個如果是這個一家廠商的話 那這是我單純的算它的這個revenue 就是p乘以q 那cost的話這一家廠商 它生產這個1萬單位cost就是1萬嘛 9200單位cost就是9200嘛 因為marginal cost是1嘛 那你這樣可以簡單的計算出來 它的profit 就是revenue減掉cost的算出來的 那你可以發現 competitive的outcome是什麼呢 competitive的outcome是p等於mc等於1 記得嗎 profit會是0 ok 所以這個 綠色這條就是competitive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結果 那monopoly的case呢 它會能夠極大化它利潤 所以它會是在26400這個最大的數字 所以它的價格會是7 然後它的profit會是26400 ok 這樣 這個是上兩周交的內容 這個看得出來嗎 這個看完之後馬上可以抓到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是這兩塊綠色跟紅色區域的 麻煩反應一下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知道 不知道也跟我講一下 明恩 明恩你是不知道為什麼competitive outcome是這個 還是不知道為什麼monopoly outcome是這個 Monopoly OK Monopoly的重點在 它既然是唯一一家廠商 它就可以自由的決定這個市場價值的總的Q是多少 那它面對的是這整條的需求線 對吧 這是上禮拜的內容 所以它就可以極大化它的利潤 所以它一定是這裡面利潤最高的 那這裡面利潤最高的是不是26400這個數字 嗯 對吧 所以就一定會是這裡 這樣有懂嗎 有 這樣 好 那當然正式的做法應該是要去找這個 它的MC等於MR那邊 可是這邊你就想像成是它只有這幾種價格的可能性的話 那你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出來 ok 那其實Oligopoly就會介於這中間 ok 某個地方 因為它介於你想像它的廠商數字就是介於這個 嗯 介於這個那個Monopoly跟這個Perfect Competition中間 ok 好 所以 嗯 如果兩家廠商 一個可能性是他們 嗯 有這種Collusion Collusion就是說呢 他們簽一個合約 然後 共同的商量說 這個他們要生產多少 或是charge多少價錢 ok 好 那這種已經形成的這個Collusion呢 會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卡特爾 就Cartel 他說A group of firms acting in unison 就是說 就是幾家廠商跟他們合起來 就像是在形成一個所謂的卡特爾 或是卡特爾 就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這是定義 你看到別人說這個卡特爾 然後你要知道什麼意思 ok 好 那如果他們collusion起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是一個active learning 我們來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題目 我們來做做看 ok 所以呢 假設今天是collusion的話 ok 我們當然知道了嘛 我們剛剛知道P會是7對吧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呢 呃 P會是7的話 Q是4400 那因為是兩家廠商嘛 所以兩家廠商是各生產2200對吧 那你可以稍微計算一下 這時候2200 呃 然後賣一單位是賣7塊嘛 但成本是1塊嘛 所以2200乘以7減1乘以6 他就是13200 這是他們兩家廠商如果形成一個Cartel之後 他們兩家廠商可以賺到的錢 是13200 好 那 A小提示問你說 假設Casey決定要這個作弊 這意思是說711就另外一家廠商 還是只生產2200 可是這時候Casey決定生產到3000 那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這時候market price會變到多少 再來是要你計算這時候Casey他的profit 會從13200變到多少 那B小提問你就單純的問你說 這個變到這個新的這個數字 到底對這個Casey來說 他有沒有誘因要去作弊 也就是問你說上面那個數字有沒有比13200大了 OK 那如果兩家廠商都cheat 然後都生產了3000 因為這個問題是對稱的 對吧 兩家廠商本來都生產2200 A小提問你說 有一家廠商會不會想要偷偷生產到3000 另外一家廠商其實會想同樣的事情 所以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兩家廠商都 假設有利可圖的話 兩家廠商可能都想要生產到3000 那如果兩家廠商都生產到3000 這時候他們的profit會各是多少 OK所以總共三個小提 請大家自己先做 給大家3分鐘時間做到48分 然後我們分組討論一下 那沒關係你用打字的好了 那請問A小提 這個Casey的價格會變多少 然後Casey的profit會變多少 要回到 1 2 对价格变6 那Profit呢 对利润变成15000 其实很简单 2200加这个3000就是5200 5200的Q对应过去就P就是6 那Profit就是3000乘以6减1 就变15000 那15000显然比那个13200高嘛 所以换言之 比较高的Profit当然就是有利润要这样做 好那第C小题问的是说 两家如果都cheat到3000 这时候利润会变多少 那我们请博翔好了 黄博翔在吗 在 好请问那C小题 请问他们利润会变多少 C小题他们利润就是 是因为都生产 各生产3000总量是6000 价格会降到5 嗯哼 然后扣掉1块钱的成本 所以是4乘以3000 一个人赚是1万多 对没错 所以3000加起来变6000 价格变5 然后5减1乘以3000 或是1万2 这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两家厂商 其实他们如果乖乖的形成一个Cartel 乖乖的Stick to the Collision Agreement 就是都生产2200的话 两家厂商是可以赚这个1万5 是比较高的 可是呢每一家厂商都有这个诱因 改成生产 偷偷的生产3000 因为他可以再赚更高的利润 1万5这个利润 对吧 但是当两家都生产3000的时候 两家就反而赚更低的利润 就变成刚刚的多少 我忘记了 1万2 比1万3200还低的利润 所以这告诉你们 这虽然只是一个Example 但是这是In General都成立的状况 也就是说 对Oligopoly firms来说 它是有困难去维持像这样的Agreement 我们这边举的是两家厂商 但是其实三家厂商 四家厂商 你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而且事实上 三家厂商 四家厂商有更大的诱因 要让你偷偷的cheat 因为你cheat被抓到的可能性更低 然后你能够赚到利润是更高的 OK 好 那这个Active Learning 2 这个就我做就好了 就假设这个 每一家厂商这时候是sell3000 那这时候P等于5 那Each firm profit是1万2 那这时候CASI应该要增加产量到3800吗 OK 那同时问你说 这时候711会想要增加Q到3800吗 增加到3800 他们就从这个产量3000上升到6800 对吧 6800这时候价格就降到4块钱 对吧 好 3800 那4块钱4减1乘38 变1万1400 换言之 CASI这时候会比1万2000还赚更少 OK 所以他不会想要再进一步的增加产量到这个3800 OK 那这是 这是对称的 所以其实我刚刚虽然问了AB两小题 你其实只需要算一次 这是完全对称的问题 OK 所以你去 你会发现711做的计算会是一模一样的计算 那你会得到的结论是他也不会想要多生产 这个告诉你的是说 两家厂商他3800那个 你想想看 我 我不会想要生产到3800 就是我们不会让价格变到4块钱 那我们刚刚说 perfectly competitive的时候价格会是多少 会是1块钱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刚刚说我们会停在这边 我们不会进一步的走到价格4块钱这个状况 那我们当然不会进一步走到价格1块钱的状况 可这是perfectly competitive的状况 对吧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go all the way 到那个perfectly competitive的状况 我们会介于一个中间的数字 那这个中间的数字呢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就叫做Nash Equilibrium OK 那所谓的Nash Equilibrium 这个定义是说呢 两家厂商 是 这边想说economic actors 讲就是这个厂商啦 这个firms啦 他们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那两家厂商都是选择他们自己的best strategy 然后这是given另外一家厂商选择的strategy的时候 我是选择最好的strategy ok 听起来有点抽象 但其实他的概念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概念 他是互相在做 就是说我看到你生产3000的时候 如果你生产3000 我就要考虑说我生产多少是最好的 我发现说我生产3000是最好的 那你那边对称的 你看到我现在生产3000 你也不想要生产其他数字 你是想生产3000 所以我们两个互相是在given对方的这个策略 对方的选择 我们在极大化我们的利润 ok 那这个这种状况 这种卡在那边 因为你们既然都互相为对方的最好的 就是given对方的策略 你现在用的策略已经是最好的策略了 你就没有诱因要动嘛 两边都没有诱因要动就会不动嘛 两边都不动就会卡在那边嘛 那这个卡在那边的这个均衡结果 我们就叫做nash equilibrium ok 好 这个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 我们等下看实际的例子 也会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但是概念上就是 我在教赛局课的时候 我会讲说敌不动我不动 ok 我不动敌不动 就是我看到对方现在是这个策略 我不会想要动 对方看到我现在 现在我是这个策略 他也不会想要动 那这个状态就叫做一个nash 的equilibrium ok 所以 嗯 对这个oligopoly的firm来说 他 呃 他生产的Q呢 是比那个monopoly的状态Q来得多的 他我说总共的Q啦 整 总共的这个整个市场的Q 两家厂商 以duopoly来说 就两家厂商加起来的这个Q 他生产的Q是比较多的 比monopoly多 可是呢 比这个competitive的Q又少 那他的P当然也就介于这两者中间 就是他比这个monopoly的P来得要低 可是呢比这个competitive的P要来得高 就介于两者中间 对 ok 那 这边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是说 其实跟那个 monopoly的中间是一样 就是 当一家厂商 增加他的output 增加他的Q的时候 会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output effect 因为如果P大于MC 这时候呢 增加这个output呢 就会让这个profit上升 因为你多生产的东西嘛 然后多卖的这个 多卖的 多卖出去的嘛 但是同时还有这个price effect 就是会让价钱下降 这跟在monopoly的case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Oligopoly的 有几家厂商 在这个Oligopoly的这个市场里面呢 如果厂商的数字越多 那这个价格 price effect的价格就 price effect这个效果 就会变得越小 因为就越接近这个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嘛 所以你说Oligopoly是少数几家厂商 那他的厂商数字 假设越来越多 他就越来越接近这个完全竞争嘛 ok 那这时候price也就会比较接近这个marginal cost 那他的quantity也会比较接近Socially efficient的quantity ok 那这个某种角度可以看作是我们之前讲过 国际贸易有 因为有比较利益的关系 其实对两方两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当我有国际贸易的时候 我其实也增加了国内厂商同一个产品的供给商竞争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也会怎么样呢 也会去促进这个 也等于是像是Oligopoly的market里面 厂商数字增加一样 所以这是国际贸易的另外一个好处 好 那这边有一个as the expert是说 如果这个 怎么讲 就是 在一个市场里面 少数几家厂商就有很大的这个market share 这个市场 市场的占有率 ok 那对这些厂商来说 他们有很强烈的 应该说我们有很强的证据说这些厂商 就因此有很强的这个market power 好 前面是说他有很 少数几家厂商有很大的market share 就是指说他们市占率很高 那后面是在问说 这时候我们就有强烈的证据来表示说 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强烈的证据来支持说 这些厂商是有很强的market power market power就是定价的能力 ok 那这个是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 我 还是没有研究出来那个slido怎么做出 我们还是用这个 意见 还是用那个民意调查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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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開始調查了 可以開始填寫了 同意不同意或是不確定 好 好 可以開始調查了 好 有 Vince 感谢观看 好,大多数同学都回答了 当然可以看到民意调查结果 42%同意,42%不确定,8%不同意 那这是经济学家的答案 54% agree,跟你们其实差不多,不要差太多 但是不确定的比例高很多 低很多,大概21% 其实只有25% disagree 这可能会有点surprising 如果你直观的想 你觉得市场上既然只有几家厂商 显然他们都应该有很强的market power 都应该有很强的定价能力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比如说 你看大哥大这个产业好了 手机,4G,5G网络这个产业好了 我们其实也只有几家厂商 像最近台湾大哥大还把台湾之心病掉了 对吧 如果看新闻的话 那所以厂商市场还在下降 OK,可是各家常常还是会推出这种促销方案 然后尽量打 各家还是会打很强烈的价格战 当他会打价格战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他没有很强的市场力 也就是如果很多人 就代表很多人其实就会觉得说 电信这种东西就是 反正哪家便宜我就去哪家 我可以随时吸马转行 那这时候其实他就不会有很强的市场力 或是像可乐好了 可口可乐跟这个百事可乐 只有两家厂商基本上在生产可乐 你如果想要可乐 大概只会想要这两家厂商 几乎想不到其他家厂商 可是他们的可乐价格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价格 然后也是这个打压的很低 常常在打折 常常在打价格战 当然有部分原因是 他们会跟其他的饮料竞争 可是更重要的是 当两家厂商的时候 不代表竞争 就一定会比较少 Oligopoly只是其中一种模型的状况 那事实上 Oligopoly的结果也表示 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 所以他们的market power 其实也不会那么强 这是为什么经济学家 还是有部分的人不太同意 或是不太确定这个statement是正确的 那讲到这个cooperation这件事情 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经济学的意涵 那我们会利用这个prisonous dilemma 这个你们很可能在高中 或是在你们至少活了十几岁的这个人生 快20岁的人生当中 曾经看过这个名字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你上网Google 像如果你在YouTube上搜寻 这个prisonous dilemma 中文囚犯困困境 或囚犯困境的话 你看到第一个网红影片 我不知道后来修正没有 但他讲的内容其实错的 所以就说 这概念是一个大家都听过概念 可是其实大家学的不一定很扎实 那讲prisonous dilemma的时候 就一定会讲到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优势策略 就是dominant strategy OK那我们等一下会用实际的例子 来讲解这个dominant strategy是什么意思 好那什么是prisonous dilemma呢 就说这个假设这个警察抓到了这个Bonnie and Clyde Bonnie and Clyde是这个美国很这个一个 很老的故事的这个鸳鸯大道 这两个人呢 警察怀疑他们是这个去抢银行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 OK所以呢 如果 就是 所以这police呢 就决定把他们就是 分别关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然后跟他们说 如果你承认 你是这个抢银行的人 OK 然后你的partner 就是你另外一边那个人没有confess的话 没有承认他是抢银行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走 那如果你没有confess 但是你的partner confess的话 你就要进去关20年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confess的话 两个人可以各关8年 OK 那这时候这个状况会变怎么样呢 两个 Bonnie and Clyde应该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我们通常会画一个像这样的矩阵 好 这边是Clyde 这边是Bonnie 这当然顺序可以换啦 名字只是一个给 因为这是对称的一个游戏 其实哪边名字怎么摆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知道 如果 Clyde confess的话 那如果Bonnie也confess 两个人都confess 他是关8年 那如果他confess 然后Bonnie remain silent的话 Bonnie是关20年 那如果 Clyde remain silent的话 那Bonnie呢 如果confess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闪人了嘛 OK Clyde没有confess 他confess 他可以直接闪 Bonnie呢 但是如果 这个Bonnie也保持silent的话呢 他是关1年 两边都silent 就是刚刚说这种 刚刚没有讲得很明白 就是这个each for one year 这个是两边都silent的状况 OK 那这个是对称的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Clyde的这个820 这边是free跟1年 都跟着画上去 都跟着写上去 好 这个矩阵或这个表格 这样子有没有看懂 看懂怎么填出来的吗 给个反应好吗 好 那 看懂这个表格 大家就先想一下 你是Bonnie的话 你会怎么做决定 或是你是女生 你就想Bonnie好了 你是男生就想Clyde好了 你觉得你是Clyde的话 你会怎么做决定 你是Bonnie的话 会怎么做决定 那我们先下课10分钟 我们20分之后回来 你会怎么做决定 我可以做决定 我会怎么做决定 我现在真的没做决定